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定历史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婴儿刚出生的时候都会哭泣 如果婴儿刚出生时自己不哭 护士们也会通过打他屁股的方式让他啼哭 这已经是属于常识了 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医学可能没有那么发达 古人认为婴儿出生没有啼哭是异常现象 通常情况下,这组人都是会成为名流青史的人 在北宋时期,民间有一个生意人叫做王颖 他是一个开展房的,家庭条件还不错 后来成家了,夫人不久就怀孕了 夫妻两人都打算这以后有儿有女幸福的过日子 但是不幸的是,王夫人在生产时遇到了男产 生下女儿后就去世了 悲痛的王颖一边做生意一边照顾女儿 后来王颖发现女儿不哭不闹,感觉有点异常 一般出生的孩子都会哭闹,因此就带着女儿去看大夫 最终结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后来王颖带着女儿来到一座寺庙 怪事发生了 一进庙,女儿就嚎啕大哭,迎来旁人的观看 后来连寺庙里的高松也出来了 寺庙的住持听到这哭声不同寻常 因此就寻着哭声找了过来 当看到王颖怀中抱着的女孩时 高松大惊 因此生气的喊道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并且告诉王颖,子女是不祥之人 但是王颖却并未放在心上 毕竟她只有女儿一个情人了 但是就在这个女孩四岁的时候 王颖却意外去世了 这个女孩似乎真如老僧所说的一样 是个不祥之人 不过这个女孩长大后成了一名妓 她就是名动天下的李诗诗 被送灭亡之后 李诗诗也不知所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